有話直說一分鐘 為書架人手不足 政府早前放風指證考慮引入外勞 消息一出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除建造業、運輸業等行業資方積極享應外 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嘉輝4月4日表示 零售業亦同樣遭受到人手不足的困境 業界超過九成人士支持引入外勞 雖然而引入外勞並非偏向資方 而是從社會整體發展需要出發 尤其是明日大嶼、北部都會區等等城市規劃 都極需要大量人力推進 但政府亦不能因此帶開引入外勞的方便支援 破壞本地就業市場的正常生態 令本地勞工的從業環境惡化 失去合理加薪機會甚至失業 是引入外勞一事上 政府有兩件事需要注意 首先 應該審慎評估有外勞需求的行業 是否屬於專業性靠強 培訓時間交長 從業年齡斷靠窄的行業 其次 政府需要重視工會的反對聲音 平衡好輸入勞工與本地勞工的競爭關係 在確保本地勞工就業前景的前提下適當放寬政策 過去三年 香港勞動力流失嚴重 加上近幾年生育率持續走低 予料人手短缺將在未來仍然持續 引入外勞系短時間內解決問題的最優選擇 亦都符合香港重振經濟、發展城市建設的現實需求 大鼓勵生育、加強職業培訓 以及最大程度優化本地勞工結構 才是社會發展的長遠之計 如果大家對議題有任何意見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再見